走到哪里都生命事业生命事业 我都拍谁拍谁 所以有一次我拿名片 生命电视台你们有在办临终 天天办 早办晚办天天办 我们那边都是超度排位 但是他没有问要不要钱而已 但是已经被列为那一派的了 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是为了慈悲 所以再讲一次 大家决心做一个永不退转大悲心的人 好不好 大丈夫 这是生命最大的快乐 第五 若人离出旷 以悲心庄严 是名良福田 名称普周辩 由悲心普姿 诸根五构染 诸清净正见 去菩提不远 经文好不好 太美了 太美了 佛陀 实在是太圆满 翻译的祖师真是佩服 佩服 所以世间的所有的语言文字 什么小说 什么经典 世间没有比经典更美的 而且不但是文字美 它是诠释了人性的美 众生最美的那一份 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离开粗犷 粗犷就是没有修饰啊 讲话粗鲁啊 行为粗鲁啊 离开这样子 可以悲心庄严 自己不是以钱财名位 地位 出家人没有钱 每天穿着同样的衣服 但是悲心庄严 最漂亮 可以说 一个最美的心 最美的外表 悲心庄严 世民粮福田 那谁跟你在一起 谁跟你做事 你都会让对方发财一样 因为你是最好的福田 就像我们供养僧众 我们就认为僧众是仁田福田 特别他们修菩提经 哎呀 真的是我们最好的福田 所以世民粮福田 名称普周片 让大家都称赞你 让大家都讲你好话 所以修行要修到美名传播 就是要慈悸 要慈悲 别人赞叹你 由悲心普知 因为这个悲心普遍的滋润 所以你的外表 你连一根头发 看起来都好慈悲 诸根无垢 看起来就很舒服 各位皮肤漂不漂亮 牙齿漂不漂亮 眼睫毛漂不漂亮 要装一点假的 很虚伪 眼神也要装眼 皮肤也要装眼 一个悲心的人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 都装眼 特别是六根 没有污垢 没有染灼 住清净正见 他知道 众生都是父母 众生都有福星 只是因为众生 现在在无名碍然 所以呢 生命的目标 抓得很紧 出离心 菩提心 所以 脱离世间的爱然 追求利益众生 如果能够如此 以悲心 再加上正见 的智慧 去菩提不远 到成佛 到解脱 是必然的 所以各位经常读诵 那你会让你的心 拉回来 一个正念 那这些 特别这些寄诵 又简单 那我解释的 不见得很圆满 但是我至少 我有一个愿 知道了 我就按照这样去做 这个方向 绝对不要离开 李六 列家 若人 举悲心 如诸天自在 举拜千神中 用礼比贫乏 好 所以一个人没有福报 贫乏 缺东缺西 那是因为 没有悲心 这一次我去日本 我就一直观察 为什么日本人用的东西 桌子 椅子 碗筷 都很严谨 都是很高级的 连那个碗 那个放筷子的 我们住几个酒店 也不是好酒店 我们去都故意 住那个比较便宜的 对不对 但是就觉得 浴室 牙刷 我们到别的地方牙刷 反正用一次的 都是乱乱的牙刷 刷一刷 像猪毛一样 那日本的牙刷 他只给人家用一次 真想带回家 对不对 那那毛巾 这么好 为什么日本人 有这个特色 用的东西都特别好 那记住 日本人 只要看到人 他们一定这样 用身体 去恭敬对方 所以感应的外在的事物 一切都最美了 这样了解吗 各位记住 用的车子也好 他们的药也是最好 他们的电器也是最好 对不对 到他们寺庙里面去 每一样东西这么严谨 好像让我们觉得 很羡慕 所以很多人 特别我们台湾人 东南亚人 很喜欢去日本 就很羡慕 每一样东西 那个车子小小的 这么精致 看起来这么方便 每一条街 每一条巷子 几乎没有看到垃圾 因为日本人 你丢垃圾 全部人都会批评你的 所以他们很爱面子 所以他们外表上 尊敬别人 所以我在十字路口 看他们两个聊天 幽言要走了 他们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两个都在这样 下回换我们了 只要见面都这样 这样你腰就不会坏 所以这一次 我要离开机场 他们几十个信徒来送 都在掉眼泪 我就跟我们法师说 相互转 他们就转过来 我就九十度 大家都走一下 我用日本式的 这样真实的跟对方 敬礼 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 但是这种外在的行为 就显现外在的福报 好不好 所以各位今天晚上回家 第一件事情 老婆好 老公好 儿子你好 他们一定怕到 这是像咖 这是日本人的优点 唐朝的文化 日本人还有一个优点 各位看过吗 他们那些脸化白白 那个叫义记 对不对 他们嘴巴都化成熟不熟 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我们日本人 连骂人都不能有声音 所以以后各位开始拿口 我就说 不然我们这些菩萨 师父 稍等我告诉你 没关系你 所以各位 唐朝的人 就是我嘴巴那么小 那讲话 牺牲牲牲牲牲 好听 这个都是一种儒教的教育 但至少他们落实在社会上 日本人的耐心 主管 叫你去吃饭 吃到十点你都要吃 喝酒 你要陪着喝 不然你永远没有机会 对不对 升官 而且主管穿什么 你全部要穿什么 全公司没有一个穿不一样 日本的小孩子 没有一个人 衣服会自己定做的 学校怎么说 全部人都这样 没有一个人会 特别改的裙子比较短 或身体比较紧一点 不然全部人都会看不起他 日本人是活在这种状态 但是因为如此 重视别人的感想 所以呢 他外在的世界感召了就很好 包括他们在插箱啊 他们如何做烟供啊 看起来都这么庄严 他们做护膜啊 如果我们这一套火供给他们看 你绘花 你们这边是垃圾厂啊 你看 用丢的 他们没有办法习惯了 他们要做就什么都做得很精致 对不对 你一碗饭菜 有什么精致 何菜 这样 有规定的 那我想 当然有他的约束面 但是他的表面 那我们尊敬 所以 简单的说 我顺便提到 希望大家修悲心 不然你这辈子也没福报 不然呢 你如果有悲心 若能居悲心 那你像天人一样 所以我跟很多 我们藏传的师父说 你们真的很认真 在修仪轨论啊 变经啊 闭关啊 修菩提心 但是呢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 我会带人婆去看我们的谈诚 叫慈悲谈诚 因为我们是具悲心 对堕胎的 对动物 所以人类亡魂 你看我们布置了 这么庄严 我故意要跟他们这样说 我们要学你们的上供 修本尊 你们要学我们的下思 悲心 这样合起来呢 才可以福慧圆满 对不对 不然永远 都是要接受我们供养 哪一天 我说你们要拿钱来供养我们 所以因为我们具悲心 所以在显教的教育 所以我早上来跟仁波切隔西说 请问你们有没有 欲佛功德经 没有 我问仁波切 你今天欲佛 第一次 他不知道那什么意思 这是佛经里面写的 为什么上传佛教没有 没有 我现在告诉你了 有这部经 那你们赶快翻译赶快看才对啊 这个才是学佛的态度 但是学佛不能傲慢 我这个就好了 我这个就好了 我不学别人的 那何况是佛法 佛法部分汉传藏传 在日本有真言宗 净土宗 禅宗 日言宗 都很专业 但是呢 也是很可惜 就是说 没办法广学 那我们华人去 那就应该广学 他们的精髓 他们也是从唐朝 拿过去的 但是我们都应该 把它学过来 然后把它扩散 所以希望各位 这一点 要有悲心 什么叫悲心 为对方想叫悲心 今天你学佛法 如果不够悲心的话 那你只会学自己喜欢的 我认为我这个对 所以有时候 我都跟他讲 我已经讲这么多次 地藏经的重要 为什么 我有时候跟很多上师说 上师 你们讲讲地藏经 好不好 因为我们汉人 地藏经是我们的入门 对不对 汉人都是从地藏经的 秀顺和入门 这一点你要度汉人 应该看看地藏经 讲讲地藏经 所以若能居悲心 如诸天神 如此福 福报自在 百千万生 永离比贫乏 所以各位 要不要福报无量 要要 你没有福报 怎么度众生 对不对 怎么利益众生 所以要有悲心 百千生 第七 来 若人义直迟 如今可贵重 父安助悲心 思为无尽宝 无尽宝就是如意宝 哎呀 要什么你就给什么 要什么你就变什么 如果一个人 义就代表心 正直 归三宝 所以我就不虚伪 不残取 不欺狂 不骄傲 也不自卑 我就老老实实地念佛 念法 念生 如果一个人有这种执心 这人心肝 好好来 说话 虽然要糟 但心肝 不错了 滴滴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执执 特别你归三宝 更要执执 那你就像黄金一样的贵重 如果你有这个执执心 执心是道场 父安助悲心 不起正面心 永远只有悲悯众生 那你这个人是如意宝 世间的仁波切 仁波切就从这个来的 安助在空性正间 跟大悲福利心 名为人中珍宝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不要虚伪狡诈 执执心是你看到真相 诸法因缘所生起 本体皆平等皆空 要有这个执执心 念佛也要有执心 身心 大悲心 一心念佛 永不退转 所以往生净土 而且更愿众生 都能够往生净土 第八 若人举精进 常请求正法 以悲心明灯 未说除一案 常于昼夜中 不舍其悲意 随其所致处 要说而无懈 所以各位 很喜欢跟众生 说离苦得乐的佛法 永无懈怠 我想生命的意义 就是能够弘法立身 所以做个菩萨也要如此 所以如果人具足精进的力量 常请求正法 能够利益众生 法门无量 我们都要去学 然后呢 以悲心明灯 奋光 把你所得到了 离苦得乐的方法 利益众生 以悲心明灯 为所有众生 说明 消除 怀疑 无明暗难 众生不信三宝 不了解空信 我们要想办法 常于昼夜中 不舍其悲意 所以我想各位呢 日日夜夜 任何时间 能够帮助众生了 我们要想尽办法 所以各位不要惨取虚伪 什么叫惨取虚伪 我排位一张一百块 点灯两百块 所以不要设计别人的钱 不要 千万不要 做生意 我也是老老实实的 把最好的东西供养对方 那这个价钱是比较平价 我也不会跟你讨价还价 这也是值值 所以同样呢 我们弘扬佛法 讲佛法 千万不要为了知名度 也不要为了骄傲 也不要为了明文立养 才去说法 所以常于昼夜中 不舍其悲意 我怎么样 让我所勤求的正法 让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随其所致处 不管到哪里呢 很愿意快乐的 跟对方 讲了这个离苦得乐 而且是对峙他的根气 不是说 我只讲密宗 我只讲华音经 我只喜欢念这个 而是随顺众生的需要 最近有人问我说 师父一辈子光念大悲咒会成佛吗 我说 不能讲 能不能 如果你知道念大悲咒的动机 以及你了解观音菩萨的心 那你这样 任何法门都是个方便 方便就是要我们有佛的心 佛的意 那你可以这样念 但是如果你要广度所有众生 那你要站在众生的立场 这个人喜欢地藏经 这个人喜欢念佛 这个人喜欢吃素 这个人喜欢布施 那我想 那你要为众生而 去了解这个法 来引导对方 所以站在你个人 你可以一门深入 那这个门讲的是 透过大悲咒 透过念佛 让你安住在空性菩提心 让你在净土一样 那可以 但是针对众生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要讲出要是佛的法门 释迦牟尼佛要讲出 极乐世界法门 那释迦牟尼佛是 随顺众生的根系 因缘和说法 所以那当然 我们应该要参与多一点 看你站在什么角度 所以我希望各位要 学习说法 要说而无懈怠 那千万不要说 我懒得跟你说啦 没关系 今天不行 明天再跟你说 明天还不能跟你说 我也回向给你 我念心经回向给你 就再跟你说法 我这个人爱生气 我帮他念大悲众 思维观音菩萨的心 融入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做一个菩萨 要让所有人感恩你 看到你对我有恩 所以我们中国人叫 师父 你如我父亲一样 给我佛法 让我有新的生命 爸爸妈妈给我们 肉体的生命 师父给我们 解脱成佛的生命 法生会命 那一个菩萨 部分在家出家 要让对方 从内心里面感恩你 尊敬你 那你要表现出你的悲心 但是我认为这个都是修悲心的祝言 所以悲心即清凉 那么清凉地菩萨 习众生热闹 这个慈悲出来 所有痛苦都没有 另得丧妙乐 后获增长果 让他现在得到殊胜的快乐 将来他就可以进入净土 常乐我尽 成为成就佛果 若能安住 慈忍无上保 如果一个人修行人 能够安住在这个慈悲忍辱 你修慈悲 别人还是会攻击你 伤害你 骂你 毁谤你 你想要对他不思慈戒 对他那么好 他还是会伤害你 但是你一定要安忍 所以慈悲忍辱才是 无上保 一切诸有情 如果你这样去修 以后看到你都像看父母一样 然后你引导他学佛 你讲请他吃素 别人口才再好 是个博士请他吃素 他也不会吃素 所以能够修慈悲忍敏心 这是佛教的精髓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 佛教的精髓 佛教的基本道理是空性 佛教的精髓是慈悲 但是慈悲以忍敏心做基本 就不忍对方苦 不忍 所以能够修慈悲 这才是所有利益安乐的根本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悲悯心 将来一定只有痛苦 轮回的苦 但是慈悲要以忍相应 既然你要修悲悯心 你要安忍了世间的变化 你吃素 你也会身体不舒服 对不对 吃素 太凉 吃素 缺维他命B 很多人讲话很多了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要安忍于这个状态 所以能够如此 自他则无脑 你修悲心 又能够修忍辱 自己也不会烦恼 也不会让别人烦恼 千万不要让别人烦恼 那修慈忍的人 世间选喜见 可不可以要有人缘哦 像我师父跟我说 哎呀海涛子 你过去是结了缘太好了 然后我去 我去受戒的时候 九十岁的那个女医生 还长得很漂亮 义工 我经常生病就在看 还跟我讲一句话 你这个人是万人迷 我都不是颗亲的万人迷 我那时候我还想 今天我就讲 人家有神通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出家 我并不想要什么红法立身 虽然我有这个动机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 就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打坐 好好的二十年深入精障 然后呢忏悔业障 所以现在能够安安静静 就不错了 但是现在想一想 也是过去修的 那人家才不会讨厌你 就像我师父说了 海涛海涛 天天在电视 你不要让人家看到你讨厌 你怎么装的让人家不讨厌 这没办法装 就是说你的动机是不是个悲悯心 不管你念经 念佛 讲课 带活动 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慈悲 只是对我来讲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一直念习 我一直念习这样 所以现在还故意的带团 像这次我们带团去沃沃 琉球岛四十几个人 有很多不认识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吃得好 睡得好 安排他的时间 这里面有钱没钱 都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 因为我是一个领队 那我总要去照顾一切 那各位我想这个就是修行 要故意安忍在这里面 然后别人可以讲说 师父你蛮慈悲的 佛弥陀佛修得不错 演得很像 努力努力再努力 所以那时候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样人家才会接近你 你才可以把佛法给他 所以世间玄洗剑 后得生天中 修慈悲些人不会多落上个岛 大福报升天 那是往生净土 所以大家来 当愿众生 修慈悲忍入心 福报无量 向好庄严 众生欢喜尽 人天咸清静 弘扬一阵法 普度诸众生 各位拜托拜托 把这一本全部看完好不好 因为我们收集了很多经典里面的 精髓 就是从各方面来谈慈悲 以及如何修慈悲喜舍 以及菩萨应该 菩萨四法 菩萨十法 菩萨三十二法 那么虽然一本小小 你回去以后太出圣了 太美妙了 然后把这个佛的思想 融入在你的思想 叫法入心 那你的外表 你的皮肤 你给人家的感觉 就变了 因为你是一个修悲心的人 所以我在这边也很慎重的宣布 希望我们慈悲之业的所有信徒 所有义工 所有法师 我们可以不需要有很高的能力 但是我们要给别人一个慈悲的感受 也不要一直给人家募款 好不好啊 很多句师 师父我来帮你募款 那大家看到你都怕 要几年过来 几年过来 所以好像不给钱又不好意思 我认为千万不要 我们是劝慕大家发慈悲心 而不是钱 要觉得吗 这个钱 这是一个慈悲的方便 慈悲是当下的 当下的 待人接物 路上的小猫小口 对这些帮你开车的人 路边 你都一直展现慈悲 那我想 这是现在的社会的需要 我们现在的社会 不可能很多人在看很多经典 像我们这样 整天在这边上课 要看这么多经典 那现在人就是 见一次面 一次感觉 你必须从这个第一次的感觉 让对方觉得 你是一个可以尊敬的人 而且你有一种魅力 为什么你旁边这么多护法神 怎么会没力量 他们看到你就不一样 因为你不断地在保持这个悲悯心 依止于悲心 柔和修忍辱 这样呢 为了引导众生 离苦得乐 这是最重要 所以我们 今年开始 在世界各地 成立慈悲协会 慈悲基金会 我在外面一直讲 不是为了钱 我也希望降低金钱的需求 所以我明年 我们把生命电视台 可能电视台的 花费太贵 一个月将近五百万 并不是募不到这个钱 而是说 会给信徒很大的压力 时机好不好啊 不太好 不能再给信徒压力了 然后呢 那是愿意看的人 可以透过MOD 或是装小卫星 那都很便宜了 甚至现在那个YouTube 装一个电脑卡都可以 现在每一部手机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问题 老菩萨 你就没有尊 你打电话来 我们会成立一些人 告诉你怎么装 或告诉你儿子怎么装 你可以24小时免费看到 因为你装个小耳朵 装个机上盒 或是如何如何 但是呢 所有的 我们要为了修慈悲心而尽力 去祝念 去关心老人 独居老人 这些单亲家庭 这些流浪动物 孤魂野鬼 包括世界各地 所以我们要 积极从这方面去努力 所以希望大家 加入慈悲志业 好不好 以慈悲的志愿 做我们的所有的善业 然后呢 随着地方的需要 做任何一件事情 包括 希望各位来学敲法器 好不好 唱颂 下回我们办法会 通通居士唱 好不好 看哪一队唱得好 对 一下他唱 看那个比赛 那我们现在到处 要组合唱团 慈悲合唱团 不见得说唱得好听 但是很慈悲就好 唱给老菩萨听 好不好 下回我带你们去 和墓区展现歌喉 唱靠调啊 唱到一窍兜 因为你的慈悲心嘛 就可以让亡魂感动 老实说我们在超度 是不是在唱 超度就是在唱啊 心经往直上 一直唱 这些经文 只是在表达一种悲心的力量 所以有了悲心 世界人喜欢听什么 我们就唱什么 对不对 哦 那唱唱大悲就好听啊 因为有慈悲那个大悲咒就好听啊 因为有慈悲那个地掌警就好听啊 就像刚刚我带了带各位念这个祭颂 可不可以做成一条歌啊 五个字就慢慢念就好了 你就这样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哎呀那个经文 美不美啊 好美 再讲一次 新美最漂亮 各位你可以活到八十岁九十岁 聊聊聊像德烈莎 但是德烈莎最美 千万不要把美建立在外表 你建立在外表 你会给人压力 今天我化妆感 我化妆感 你没看到啊 你已经给人压力 你已经给人家很可怕 对不对 因为你的动机是在展现自己 而不是表达慈悲 所以我想各位女生 请你对你自己有信心 慈悲才是最庄严的 你也是悲心庄严 悲心地庄严 我想这个才是看不厌的 哪一天你往生的都还这么美 这么庄严的往生 那希望大家抓住这个重点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极乐世界 幸福播剧 静在生命电视台 Zither Harp